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老板前介绍你自己 我是阿清 来自马来西亚 现在是在新加坡做了二十多年 以前是在牙龙做 最近就五年六年了 跳出来自己 再试自己的手艺 我的店名叫原沙坡房 我以前小的时候 我就是二十岁 我就出来新加坡 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工作 有工我就去做 那时候就是做装修 做了一个月多 那时候就刚刚好住在牙龙 对面三十山就有一间沙坡房 他就切手人 我就去学 学学了学了就做了二十多年了 就在那边慢慢降水 做做做做 做到自己就跑出来 那时候就在大包摇 自己创业也做不起 那时候就搬去 我做烧 就做做 慢慢做慢慢熬 因为我给顾客骂 蛮辛苦 嗯 没办法 那时候 就是这样做 做 当我遇到我老板 啊 啊 他讲 有没有意识出来做 我讲OK 就开在这边 有些人一吃下去 哪里吃过这样的东西 他就是刷上去头脑里面 就好像讲 叼住了 啊 最重要那个米洗干了 空给它干 然后吹干它 然后你拿放下去煮 你煮的时候 它的米才有毅力毅力 然后你煮饭的时候 煮到够干水了 你拿去火炭那边烹烤 它肯定会香香的 因为它就是做 做在就是在那个沙泡里面 你慢慢烤的时候 它就开始金黄色金黄色 那全部整个圆圈金黄色了 它的味道就在那边跑出来 正是沙泡粉是要硬 你咬下去它好像有那个塑胶 你越咬越有味道 就是在这边 以前的人就是用那个中国茶倒下去 新一款的就是想放汤下去煮 它有另外一种味道 如果必要的就是有些喜欢这样咬 它的香的处理的味道 这样好像是那种虾饼 那个鸡肉就是我们淹过 放鸡蛋啊放酥粉啊 就是想放调味料 这样腌了 差不多要煮的时候 我们还要加一点酱汁 还有那个黑酱油麻油 揉了才放在锅里面一起控烤 你烤的时候它是有咸鱼有腊肠的时候 它温和的时候产生另外一种味道出来 它就很香 啊 就是变成那个米的 逼到它的香味出来 阿贴你可以给我们观众什么忠告 就是讲现在也是我们鼓励年轻一代的来学 学到就是他们的本钱 在学更好 比我更好 我最高兴 就是你们很有那个耐心 创意 去用到最好的东西给人家吃 跟人家分享 可能人家讲出的意见 等下你想到了 不是你做的更好 就是更有一个满足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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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